凡有人之处必有华人 当时的高僧大德里 镜空法师是最知名之一 他没有显和背景 更无一张学历 仅仅凭着持续五十三年 不断地讲经弘法 忠诚一代名僧 他宣扬佛陀圣者人生 提倡多元宗教 弟子遍布全球 终如一道清流 安定了无数颗迷惘的心 本期第一访谈 专访高僧 镜空法师 敬请关注 我身边也有很多家人啊 朋友啊 他们就觉得 就怎么样能升起这个 学佛的信心 或者说这种正念 什么方法呢 对 或许他最拿手的就是 拿证据来 对对对 没错 所以我就想到 我们要不做证 拿证据给他看 他不能相信 所以我在那个时候 我回到老家去看看 我老家在安徽 回去之后呢 我七十年没回去了 离开七十年 还有一些族兄弟 堂兄弟 没有印象 大概还有将近三十人这样子 现在没有 现在就十几个 我把出家跟在这个世界上做的一些事情 给大家做了个报告 就想找一个地方做试验 家乡父老 就欢喜 你回来 我们来做 那么政府领导也赞成 所以在唐匙 小镇 就建了一个传统文化中心 就专门学习传统文化 对 我们就用 用很小的三样东西 做试验 乳的弟子规 弟子规 道的感应片 佛的十三页 十三页 十三页道 十三页道 对 就是这三样东西 这三页道是 这个 现在社会上 只允许 乳还可以 弟子规还可以 那么道是宗教 佛也是宗教 宗教不可以 那怎么办 就是十三页道 和太上感应片 对对对 不可以用 不可以用 我们要老师 把这三样东西 融合在一起 你把它做到 讲 完全用弟子规讲 这个内容里面 不要把福说出来 不要把道说出来 把它里面的智慧说出来 当时我们招了 三十七个老师 我就告诉这些老师们 我们这个老师 金条细续 差不多将近四百人当中 选了三十七个 真正赋予他使命感 我们今天所做的这段事情 关系国家民族 生死存亡 那什么 这三样东西 自己要做到 不做到 不能教人 我说全世界 搞教育 两个最成功的人 第一个 释迦牟尼佛 他教学四十九年 第二个孔子 为什么他们做的成功 他们是先行其言 他所说到的 他全都做到 先从自身 对不说 自己没有做到的 决定不说 做一个好的榜样 对 所以学生对老师有信心 我说你们要学孔子 要学释迦牟尼佛 你们没有做到的 不要开口 你们真正做到的 你们在说 你们在教人 我给他们四个月时间 四个月 你要把它做到 没有想到 这些老师 两个月就问 我非常感激 他们做到了 是什么状况 就是说 这三样东西 每一句话的时候 你都落实了 他自身先做到 自身先做到 自身不做到 是绝对不可以的 那么我打电话告诉 我老师在香港 做到下一步成本 下乡如乎 我们从身教开始 不从严教 进到人们家里 看到老人 就是我们的父母 你用什么样的态度 用什么样的举止 对待你父母 要做出来 把那个孝心做出来 做到之后 地方上这些佛老 还非常受感动 那刚开始去的时候 就是我们这些老师 还没有下到 这个汤匙小镇的时候 这个汤匙小镇 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 对路上涨乱 露锁到处人丢 我们这个小镇 下乡如虎 三个星期 人民老人 对老师佩服 你们给我儿女孝顺 年轻人看到了 身惭愧心 我们对不起父母 没有想到 三个多月 这个小镇风气 完全转变了 离异之邦 和平小镇 人都和喜 见面都有笑容 也都能打招呼 像过去那种 冷漠 完全没有了 到期切到的 没有了 离婚率 大幅度的降低了 夫妻也和睦 夫妻和睦了 家庭和睦了 所以小镇风险 马上就改掉 受这么好的效果 人的良心 换存出来 不好意思 做坏事 不再骗人了 有一个寄程车司机 捡到一个老板的 批包 那里面有七万块钱 现金 马上开车 找旅馆送还给他 那是上海来的客人 唐智小镇有这么好的人 他就有点说 我们没有受传统文化之前 我们也可能不会还给你 我们受过传统教育 应该给你 这是做人的道理 基本的代行 不单说我 我们小镇的 继承这四季 姑姑都像我一样 给他年王就不收 一分钱不收 真转过来了 这个信息给我 我就想了 所以我是想 我跟老师们说 不要以为我们自己有智慧 我们自己有德行 我们什么都没有 为什么会有这个成就 祖宗保佑 我说我得出两个结论 第一个 人性本人 人有良心 你也觉得太良心就出现 第二个 人是很好教育的 我说我到联合国去办活动 为什么去的 就为了两句话 告诉全世界 告诉大家 人性本身 人之初心本身 一点没错 教科文组织 在巴黎 法国巴黎 这个会议 这个活动办得非常成功 六月份的时候 我在西里兰卡 讲迹 他们有25个人来了 对于有25、6个 太过17个 他们找您的目的是希望 对 希望我再去办活动 对于我们 我们这 用我们这个活动 做了八个小时报告 就汤匙做出成绩 那么三天展览 图片文字展览 影响很大 每个国家代表 大使都希望到汤匙 去考察 去看看 我们邀请 我们地方的书记县长 害怕 去的太多了 这可怕 所以他就打电话给大使馆 住法国大使馆 说我们是非法的 我们没有资格邀请 这个外国这么多 都是信任的大使 主要是影响那太多 对对对 所以就 所以就没有 这个把它取消了 非常可惜 但是我们所知道的 至少有三四十个 他们用私人 观光旅游的身份 到汤匙去住个三四天 五六天 这个信息还是传到外国去了 虽然被停扣 被接散了 那么国内现在这些论坛讲座 就从这起来的 一看看 中国 元宁清三代 这些帝王 治理中国这么大的国家 这么大的半途 你看边疆 他只用四个人 天下代表 什么事都没有 长治九岸 西藏 前藏打赖 后藏 半产 蒙古 内蒙古张家 外蒙古这不正当吧 这四个人风作祸福 他们听话 问题全解决了 但是宗教之间 他们要平等相处 或者说达到一种 不 这个是教育 这个不难 我在全世界十几年来 我团结 我这一串珠子就代表多元化 各种不同的颜色 不同的东西 我是09年把新加坡十个宗教 那九个宗教团结成一家人 您对其他宗教是怎么理解的 因为我 一定要读啊 我看您 一定要学 知己知彼啊 这才能激活 我学他的 他要学我的 他不学我的 他对我不了解 对每一个宗教都尊敬 而且我一个概念 他们全接受 宗教这两个字 用中国文字来解释 宗有主要的 重要的 尊从的三个意思 教呢 有教育 教学 教化三个意思 这两个字 后来叫宗教 宗教是人类 主要的教育 重要的教育 尊从的教化 每一个宗教都承认 您还是把它归结为教育 那它是教育啊 每一个宗教创始人 统统是教育起家的 没有搞这个 这个这个 祈祷 那个搞不长久啊 几十年就没有了 只有教学 他才能千年万事 留下来 小时 dj dj